大家好 你知道为什么饭店里的手撕包菜 那么清脆又好吃呢 很多人在家做不好 今天我就把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 喜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包菜一定要选这种松散一点的 手撕包菜的灵魂 就是包菜不上案板 不沾铁器 撕好后加一勺食盐 倒入清水浸泡10分钟 能去除里面的杂质和重卵 锅中油热倒入包菜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大火炒至七成熟盛出备用 锅流底油放五花肉 小火边炒出多余油脂 下蒜末干辣椒 淋一圈料酒 豆瓣酱 生抽 少许蚝油 小火炒香炒出红油 倒入炒好的包菜 加一点鸡精白糖提现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手撕包菜 好吃还下饭 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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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